上午九點多白色特斯拉失控 撞進路旁的停車格 九台機車像是骨牌一樣 被撞到全島 巨大撞擊聲 連住戶家中的小狗都被嚇到 跳起來 很大的一聲巨響 車主就下車來關心 但是 他是當下他是說 車子是失控暴衝 對 所以就 把摩托車撞得滿慘 警方貨報到場 肇事的是名十九歲的羅姬男大生 聲稱剛考上駕照 看著媽媽的車出門買早餐 因為操作不當才會失控撞車 而駕駛有個新吧 人稱大牛羅時鋒 進來轉戰拍片當YouTuber 連住還透露會有音樂新作品 不過最近小兒子 看著太太的車闖禍 讓他有點頭痛 一幕上被兒子吐槽 在家中沒地位 這位兒子闖禍當下 人在南投錄節目 直到隔天才知道消息 羅時鋒也不忍苛責小兒子 只關心有沒有受傷 認為不經一事 不長一致 車損賠償都還在處理當中 再次希望你關心收藏 新的報導 到